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 梦想与未来 国泰银行与您同行 法国度假屋起货至少十四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8月9号的话语电视晚前新闻 我是于昕伦 福尔顿县检察官威利斯今天表示 他们对于川普涉嫌推翻乔治亚州选举结果的调查 已经接近了尾声 预计下周就会向大陪审团提交案件细节 川普也或许很快会收到他今年的第四项 刑事指控起诉书 消息人士称亚特兰大地区法院 预计将在川普及其盟友 涉嫌推翻乔治亚州2020年选举结果的案件中 发出总计超过12项起诉 福尔顿县地方检察官法尼·威利斯 也预计会在下周向大陪审团陈述案情 自从上一届的总统大选以来 威利斯就一直在调查 关于川普在该案中所涉及的共谋罪 以及勒索罪的指控 当时川普曾经致电了乔治亚州的州务卿 要求他们找到能够帮助川普 赢得该州所需要的选票 一旦调查正式结束 检察官就会对川普在内的多名被告提出诉讼 然而随着威利斯宣布起诉川普的消息临近 亚特兰大市中心 福尔顿县法院周围的安保措施已经开始加强 不少隔离用的交通路障已经堆放在了路边 预计川普最快也将会在下周收到他今年的第四份起诉书 除此之外 有关于川普涉嫌参与1月6日国会事件的案件也有了新的进展 今天根据一份未公开的法庭文件显示 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拿到了川普推特账户的搜查令 史密斯在华盛顿地区法院获得的这项搜查令 可以帮助他获取前总统账户相关的数据和记录 推特和检察官办公室曾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就是否应该告知川普这一问题而展开了诉讼 最终现在改名为X的推特公司败诉 被禁止将搜查令的事件告知川普 而且还因为故意拖延和藐视法庭罪 被判处了35万美元的罚金 根据这份法庭文件 推特最终向检察官移交了所有的相关记录 这些记录现在也已经上交给了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 尚不清楚这些证据会对最终的审判结果产生何种影响 夏威夷冒一道的大火由于受到大风的影响 今天迅速扩大 至少2000名游客被困在当地机场 医院内也是人满为患 不少人为了躲避火势甚至跳入了大海 伤亡数虽然无法确定 但根据一些逃出来的民众表示 他们仿佛看到了末日的景象 茂怡岛西部四月的火焰和浓烟滚滚令人窒息 许多当地居民都受到了避难的警告 茂怡岛上起去的地形再加上时速超过80英里的强阵风 让无论是国民警卫队还是消防人员都难以采取快速的行动 而且随着火势的蔓延 有些民众甚至采取了绝望的行为 吉祥预报员说 一场四级风暴正在从夏威夷西南方800英里处经过 这也是导致火灾迅速变成无法控制的幕后黑手 对于该州的政府官员来说 另一个巨大担忧就是当地滞留的游客 夏威夷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白宫也称正在与当地的官员取得联系 但岛上的2000多名游客还正在等待联邦政府的救援 俄亥俄州选民星期二前往投票站 就修改州宪法的难以程度进行全民公投 从这次公投可以看出 堕胎议题影响力相当的庞大 可能会改变选举结果 保障堕胎权更是成了民主党的催票新利器 2024年大选可以套用在其他的决战州 今晚在俄亥俄州的一场特别选举中 一场关于堕胎权和民主的夏季对决达到了白热化 选民们今天前往投票站投票 以决定11月选举的规则 该选举止再将堕胎权写入俄亥俄州宪法 共和党领导人将此称为选举两部曲 旨在为今年秋季通过堕胎措施提高门槛 温迪 帕内罗告诉我们 他投票反对第一个议题 该议题旨在江修改州宪法的门槛 从简单提高到60%的议题 在最高法院推翻罗伊素维的案病 将该问题退回各州一年后 俄亥俄州已成为堕胎权力的最新战场 7月 支持者们提交了足够多的签名 无论今晚的选举 结果如何 这个问题都将在11月的投票中提出 美国国务卿弗兰克罗斯 一直是第一议题的主要支持者 他驳斥了批评人士的说法 即8月份的补选是在许多俄亥俄州人 可能没有密切关注政治的时候安排的 在大选日到来之前 大约有70万人已经提前投票 双方的电视广告铺天盖地 外部团体投入了2600多万美元 虽然堕胎并没有正式列入选票 但补选的结果将决定2024年 俄亥俄州和全国竞选活动中 这个问题的政治效力 今年到目前为止 美国已经发生了15起天然灾害 美国气象学会本周将举行年度会议 公布美国过去几年遭受恶劣天气的最新发现 官员们表示过去10年 风暴 洪水 龙卷风等极端气候 已经造成了超过1万亿的损失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称 周二至少有两场龙卷风 肆虐马萨诸塞州 造成部分地区树木倒幅和重大损失 而大约1700英里一息 在俄克拉河马州的塔特尔 暴风雨带来的狂风刮起了一间移动房屋 并将其撞向一辆停住的汽车 工作人员还在处理倒下的电线 今年到目前为止 美国已经发生了15起天气灾害 每次造成的损失都超过10亿美元 根据国家环境信息中心的数据 这是自该中心在1980年开始追踪这些事件以来 一年中损失数十亿美元的灾难最多的一次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表示 极端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在2012至2022年至少造成了1770亿美元的损失 2016年到2022年之间超过一万亿 乌克兰的反攻行动虽然缓慢 但确实是正在逐步向前推进 今天也有记者到访前线 在南部战区中拍摄下了第一手的战况消息 由于战场的死伤惨烈 因此以下的画面或将引起您的不适 请酌情观看 在灼热的高温下 在飞扬的尘土中 CNN的记者在今天抵达了乌克兰南部反攻的最前线 位于扎波罗热奥里西夫市的战场之上 乌克兰在该战场上已经占据了主动权 士兵们也正在一轮右一轮的向前射击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前方的罗伯蒂内室 士兵们说他们已经确定坦克被俄军所发现 因此必须快速转移阵地 否则他们的部队很快就会遭到俄罗斯的反击 乌克兰早期进攻的损失显而易见 路上也能看到一辆被摧毁后遗弃的美军布拉德利装甲车 负责攻坚的部队则是乌克兰的第15国民卫队 他们在这里已经失去了许多战友 但也赢得了不少场战斗 虽然现况异常艰苦 但在过去一周的反击行动中 成功率终于开始了提升 惨烈的战况随处可见 在附近的奥里霍夫镇上建筑屋都已经基本变成了废墟 据悉俄军曾经在这座小镇上空投下了半吨的炸药 在战场上无论有多少掩体都不一定能够安全 各个城市的地下室里现在都藏着一些重要的军医 他们每天会到地面上行动三个小时 寻找那些还能救援的士兵 以下是一段他们在前线救援的珍贵镜头 画面或许会引起您的不适 请酌情观看 止痛药对于这些程度的伤势显得完全不够用 治疗或者手术甚至都只能在这些起去不平不满弹坑的道路上进行 能够活下来就已经是个奇迹 上周五一名只有33岁的军医安德烈被炮火所击中 士兵们昨天才将他正式安葬 死亡对于这些军医们来说也已经变得习以为常 他们希望战争能在数个月内结束 在一切尚未被完全破坏之前回到他们的故乡 强烈热带风暴卡努镇横过日本九州以西的海域 为当地带来强降雨 九州路尔岛线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现状降水带 攻击线部分地区8月1日至今累积的降雨量 已经超过往年8月的一整个月 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 日本气象厅9日上午确认洛尔岛线 种子岛以及乌九岛地区出现现状降水带之后 发布了显著大雨相关情报 呼吁当地民众严防土石流 低洼地区淹水以及暴风等灾害 以九州南部为主的地区降雨持续增强 截止到9日中午 洛尔岛线乌九岛厅小赖田地区降下33.5毫米时雨量的大雨 因为卡努移动速度缓慢 宫崎县美乡丁南乡 小林市野靠等部分地区 从8月1日至9日中午的累计雨量 已经超过往年8月一整个月的雨量 九州和山阳新干县部分列车停驶 部分往返九州和山口县的航班也已经取消 当局呼吁民众 低防洪水和泥石流 截止目前 台风卡努造成洛尔岛线四人受伤 熊本线一人受伤 长崎线 熊本线 大芬线 宫崎线 以及洛尔岛线 共有1.2万户停电 卡努预计将于明天登陆南韩 在全罗南道和庆上南道之间的南部沿岸地区登陆 之后稍微减弱 预计全国各地都会下雨 江源道每小时雨量约为100毫米 累计可能达到600毫米 首尔地区也有200毫米 总统办公室启动24小时应急工作模式 韩联社报道 总统尹熙岳可能彻夜指挥防台防训工作 预计重点是提前对高风险地区 采取现行管制和疏散等措施 尽可能减低人员伤亡 总理韩德珠指示加强巡查同军宿舍 确保世界同军大陆营余下的活动圆满结束 南韩政府将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 二级应急响应上调到三级 将危机预警从警惕上调到最高的严重 法国东北部上莱茵省一处残疾人度假屋 就日早上发生火灾 造成10人死亡 1人失踪 失踪的人员很可能已经葬身火害 当局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 总统马克宏对死伤者及家属致哀 他形容这场火灾是一场悲剧 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 这起火患发生在星期三 8月9日早上6点30分左右 地点是法国上莱茵省的温测奈姆镇 现场火势猛烈 度假屋的屋顶坍塌 大量浓烟涌上半空 当局出动70多名消防员到场灌旧 火势两个多小时之后受到控制 当地消防官员透露 已经寻获了10具尸体 另外有一人下落不明 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当局分别使用了无人机 寻获其中三具遗体 其他遇难者则是被搜救权和搜救人员寻获的 消防人员表示 由于房屋严重受损 寻找遇难者遗体变得更加复杂 温测奈姆副市长丹尼尔·勒罗伊 告诉BFM的电视台 火灾发生的时间非常早 以至于人们都在睡梦当中 据悉住在出事场所的是一群患有学习障碍的成年人士 他们从附近的南西市来到中心度假 总统马克龙在社交网站对事件死难者以及家属致哀 他形容这场火灾为一场悲剧 内政部长杰拉尔德·达尔玛宁表示 尽管消防部门迅速而勇敢地对火势进行了控制 但仍有数人伤亡 我向他们致敬 总理伊丽莎白·伯恩说 他将与残疾人事务部部长奥罗尔·贝尔热一起前往该市 他说 我首先想到的是受害者和他们的亲人 我赞扬消防员的反应 针对起火的原因 当局表示正在着手调查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加州资深参议员 今年已经90岁高龄的范士丹 昨晚在家中摔倒并被送往医院 之后又被送回了家中 他的办公室今天表示 他的所有扫描结果都很清新 范士丹本人没有受伤 去医院只是为了预防万一 戴安 范斯坦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位90岁的加州民主党人 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担忧 他的健康状况和旅行参议员职责的能力 昨天下午在家中轻微跌倒后 为了预防期限 他短暂地去了医院 范斯坦今年早些时候 因带状炮疹病毒及其副作用住院 错过了华盛顿数月的工作 随后他访问了旧金山的医院 自从5月重返工作岗位以来 他一直坐着轮椅 在国会大厦大厅走动 经常显得困惑和迷失方向 此前在7月份的一场 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 90岁高龄的参议员戴安 范斯坦出现的大脑短路情况 引发媒体关注 在投票环节 直到身旁有人提醒他投赞成票 他才跟着说同意 范斯坦于1992年上任 今年早些时候宣布 他不会在2024年寻求连任 一些民主党人已经加入了 接替他的竞选 几位民主党议员呼吁范斯坦 在任期结束前辞职 理由是他的认知 状态不佳和长期缺席 推迟了一些联邦司法程序 得到确认 洛杉矶唐人街一栋公寓楼 陷入困境 数十名租户面临付款 或搬迁的通知 这是被驱逐的第一步 一份报告显示 洛杉矶县有超过 1万个公共资助的住房单元 面临失去负担能力 限制的风险 这栋拥有124个单元的房产 被称为Healthside Villa 最初是在1980年代 使用洛杉矶市贷款开发的 经济式用房 但该建筑 最初的30年负担能力 7月已经到期 近年来一些租户的租金 增加了两倍 为了保持负担能力 并为低收入租户提供住房 洛杉矶市议会于2022年5月 投票决定收购该建筑 当时 此举被形容未始无前例 但自那以后 该市在购买该房产方面 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现在 业主汤姆 薄辞要求租户偿还他所欠的租金 否则本周就搬走 周末 租户收到了三天付款或退出的通知 雷内 亚利克斯桑德就是其中之一 他表示 居民对该市的反应感到失望 洛杉矶市长凯伦 巴斯的发言人扎克 塞德尔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 市长办公室正在与租户进行沟通 非营利组织加州住房合作伙伴 2021年的一份报告估计 洛杉矶市有超过1万个 公共资助的住房单元面临失去负担能力限制的风险 稍等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来关注一下美股周三收盘的最新情况 美股主要指数周三开盘走低 目的下调部分银行评级 引发了市场的避陷情绪 而在美联储官员发表鸽派言论之后 投资人近代明日即将公布的重磅通膨报告 经济学家预测中指显示 明日公布的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将年增3.3% 是自2022年6月以来首次加速成长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则将略为放缓至4.7% 通胀数据将是美联储9月份利率决定的关键因素 市场目前认为联邦利率可能会保持在5.25%到5.5%之间 但他们认为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很小 市场也在等待通膨数据 三大指数尾盘下滑 看下收盘 倒指下跌190点 收报在35123.55点 那指是下跌162点 收报在13722点 标普500是下跌31点 收报在4467.72点 那么截止到今天收盘 基准的标普500指数 在过去7个交易日中有6个交易日下跌 该指数上周下跌2.3% 创下3月份银行业动荡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 能源方面国际油价近期连涨6周 创下4个月新高 市场压住油价继续上涨 目前原油多头 头寸已经是创下了乌克兰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从根本的供需层面来看 分析师认为 油价供应将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以及OPEC家继续减产而越发越少 继续推高油价 而另外气候因素 即创纪录高温 是否会导致更多飓风席卷墨西哥湾 影响炼油厂的产量 成为了油价的不确定因素 那截止上周布伦特原油期货和WTI原油期货价格呢 均以连涨6周至4月以来的新高 也创下了一年多来最长连涨记录 那么本周一稍微 在本周一稍微调整之后呢 在周二和周三量油市继续攀升 9月交割的西德州中制原油期货价格呢 上涨1.48美元 涨幅为1.8% 那今天呢是收于每桶84.40美元 那么在各股方面 全球共享办公巨头Wiwork股价呢 是大跌 该公司此前宣布 严重怀疑能否继续经营下去 当前公司呢面临继续亏损 还有办公室空间会员不断取消租约的处境 公司表示未来12个月 公司将专注于降低租金成本 谈判更优惠的租贷 增加收入和筹集资金 Wiwork继造盘大跌28%之后 来到收盘呢 跌幅是继续扩大 下跌近40% 收报在0.126美元美股 好了以上就是华语电视记者李轩 在纽约为您带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8月9号的话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宇兴伦 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